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And right on time 這樣就好像就外面了 找到出來 看到一線光明 Oh hi yo 今天是我們在墾丁的第二天 然後我們今天 早上就是的行程 去Seven買完早餐之後決定來 墾丁國家公園 已經很久很久就是 不知道是幾百年前來過的已經完全都沒有印象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墾丁國家公園的停車場 那停車場就不用多說 我們往入口處走 那從那個墾丁國家公園遊樂區進去 裡面聽說就是會有一些步道啊 然後一些戶外的遊樂設施 可以使用遊玩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多年沒來的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 目前的狀態是怎麼樣 旁邊這邊有這個望海花廊 然後可以觀景 看到遠方 就是海 南谷最南邊這邊 風景非常非常漂亮 旁邊也有一些 就是望遠景的設備可以使用 我們現在往 售票處的地方走 我們剛剛是從這個方向來的 我們停車是停在下面 然後這一區沒有開放 前面這邊就是售票處 好我們現在在售票處前面 看一下票價的部分 然後票價的部分是 假日全票是150 然後平日的話是100 保險 防疫的嗎 不是很稀的 防疫的嗎 不是很稀的 防疫的 防疫的 好險 我們去開放就好了 我們在 咦它也可以用水龍塔 用水龍塔 我們準備 這邊入口 入口在那一桶 然後這邊是廚房 好 蠻美的啊 撥到平緩 準備進去 我們現在已經到來 墾丁森林國家有了園區的入口 然後從這邊進去會驗票 那在戶外的部分 是沒有特別管制 要戴口罩 然後但是到室內 就要記得戴口罩 好 謝謝 導覽地圖 好 導覽地圖 好 導覽地圖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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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 它也可以掃這個 掃這個 掃這個 然後 我們準備 來 散步囉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人區的地圖 好 我們現在在現在位置 在這邊 好 然後沿著前面這條森林玉步道往前走 看到猴子了 看到雞子了 看到猴子 看到獅子 獅子 好 然後我們現在往上走 我們邊走邊看 就是看要往哪一個方向 然後最上面那邊可以繞到觀海樓 我們來走一個觀海大道 那不知道今天有沒有時間 我們就邊走邊看囉 走 那第一個部分是森林玉步道的部分 看到那個 沿路的風景很美 這個比較像 中間那個比較像是車道的感覺 然後其實它旁邊也有一個 比較窄的人行道的部分 現在其實已經隱隱約都一直聽到蟲啊 蟲米鳥叫的聲音 就真的很森林很大自然 好 這邊有個指示標 在380公尺的部分 有一個傑東巨木 那我們往傑東巨木的部分走 這邊 這邊比較像就是遊客走 然後入口的部分它會顯示公里數 這隻是0K 那我們這邊就是起點 那我們往上走囉 這邊有一棵樹 一棵老樹 它的樹幹中間有個洞 這好像那種童話森林裡面的那種樹莖的感覺 哇 大顆喔 現在目前已經走了500公尺 好 500公尺左右這邊進到了一個遊客中心 可以在這邊 是喝個飲料 中間休息一下上個廁所 蠻漂亮的 一個白宮感覺的遊客中心 然後等一下再往旁邊繼續往上 現在到遊客中心裡面看看 你看 好 是個展覽區的感覺 然後進到室內要戴口罩 然後進到室內要戴口罩 然後我要到化妝室 化妝室在 然後這個中心 然後這邊有賣一些 午餐 三十根飲料 然後紀念碧 然後廁所在這個位置 然後廁所在這個位置 這邊也可以休息 有一些小小的戶外座位區 圓區裡面超多那種自然植物的 圓區裡面超多那種自然植物的 我現在看到一個很大很大 一種很大的花 你看看我的手跟它比 超大的耶 這邊有毒吧 超大的 哇 我們現在在遊客中心的位置 然後剛剛有詢問那個 遊客中心的服務人員 建議我們走的路線 那它有分幾區 就是這個第一區的部分 是熱帶植物為主 然後往上走 它有建議我們可以 走那個 螢龍洞跟仙洞 這兩個景觀都不錯 是中乳石洞的感覺 然後最上面這一區 它就是比較是 走自然風景 地貌型的 那如果說要走上面的話 大概這邊也要四十分鐘 然後下面也差不多是 四十分鐘 全部走完大概兩個多小時 那我們現在就先從 花蟹 花蟹這邊 前面就是花蟹 的後面的小路 往上走 然後我們先到 從花蟹小廳這邊上來之後 會先接到 觀海樓的部分 那我們先到觀海樓去看看 從遊客中心的後方 往左邊的路走 然後看到第一個 展覽的園區 叫花蟹 我們來看一下花蟹 的裡面是有 什麼樣的導覽呢 中間的部分有點像生命之樹 的概念 我們從花蟹這邊走上來 然後沿路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叫花蟹小徑 然後很多很多 就是植物的 植物的景觀 尤其是樹木 它有超多種類的樹木 然後我們要往 觀海樓走 恆春半島植物區 哇這個樓梯還蠻多的 植物走上來啊 可以看到現在第一階段 蠻多樓梯的 然後可以聽到很多 蟲鳴很特殊的蟲鳴聲 還好今天天氣還不錯啊 沒有什麼太陽 然後走在這個 林蔭裡面 唯一比較注意的是 蟲的蟲 好我們先來走上去 我們現在已經走了一大段的 樓梯上來 然後目前還看不到那個 樓梯的盡頭 可以看 就是後面往上走 有點像我們去走那個台灣 台中萬里長城步道那種感覺 連綿不絕的樓梯 我們現在要繼續往上走 不過還好這個樓梯啊 它都還蠻和緩的 就是慢慢走還蠻多老人家 就是假日 拿著登山杖 剛剛看到不少人走下來 然後邊聽森林裡的一些蟲鳴鳥叫的聲音 其實是還蠻舒服的 好我們現在繼續往 關海樓前進大約有180公尺 OK那我們現在走就是往左邊的路走 要往關海庭方向大概才180公尺啦 所以很近 我們現在往關海庭上面走 看看就是 從那個地方是可以看到一些海景的部分 它可以看到這邊其實也很漂亮 就是整個就是一個生態園區的感覺 很森林很森林 可是又是有整頓不會說太 太髒亂的感覺 我們現在來到了關海樓了 然後這邊有一片大片的空地 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關海樓 還蠻大棟的 然後關海樓目前好像是整修中沒有開放 所以是上不去 但我們如果要就是穿過去的話 就是到我們剛剛講的 那另外兩個另外兩個洞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關海樓的位置 那剛剛那個導覽員有說 我們可以從關海樓的後面去掀洞 或者是關海樓另外一邊走銀龍洞上去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是要往掀洞還是銀龍洞的方向走 看一下關海樓的介紹 雖然說它現在沒有開放 但是如果有開放的話 這邊是樓高27尺 所以總共大約有六層樓吧 然後六樓的布里維木有個景觀餐廳 可以邊用餐邊欣賞風景 然後這邊的景觀台是可以眺望到 台灣海峽跟巴士海峽還有太平洋的海景 我們關海樓的部分 然後關海樓的旁邊啊 有一個銀龍洞 是一個棕辱石地形的銀龍洞 就在旁邊而已 那我們等一下要準備從銀龍洞這個部分穿過去 這是銀龍洞的介紹 108 280-280公尺 洞長大概30公尺 然後洞穴貫穿山體 然後形狀為上仔下寬的狭長三角形 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它那個一些地形的介紹 中乳石洞 漂亮的感覺喔 我們來銀龍洞看看 那我們現在準備進這個 銀龍洞 銀龍洞來看看裡面的 中乳石洞穴 很高耶 繼續往下走 可以看到這裡 面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還有打單 一型線條很明顯 這個就是那種中乳石的感覺 高喔 我現在走進這個銀龍還蠻小的 太胖我過不去了 哇 真的很厲害耶 這個銀龍真的是 超小的耶 哇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就是出口的部分了 這個很窄 然後這是出口的 我們從這邊出去 燈光 還蠻漂亮的耶 這很值得來走走 因為就是 太胖氣不來 又來了 這是它的出口 出來這邊有一條小小的 小樓梯走出去 我們剛剛已經從銀龍洞這邊出來了 那 從銀龍洞出來之後的路 其實它就是要往一線天 比較遠比較高的那個 位置的地形 好那我們目標往一線天 第一個 景點就是這個垂榮谷 然後往這條路前進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看看垂榮谷那邊 然後 再從一線天繞回來 到另外一個仙洞去看看 這棵樹也太厲害了 它整個橫沃在 路中間 然後再繼續往上漲 這個真的是 大自然神奇的地方 很有 個性的樹耶 然後前面 前面也有 但是沒有它長得這麼的 橫沃在 路中間 我們現在進到這一區的 標題 標示是 夾凳求生 它形容那個加冬樹啊 跟這個沿岸地形 的融合 然後它會 為了要生長 然後從岩石的細縫中 跟 跟 就是加冬樹會跟岩石共生 然後 這算是比較少見的 然後這一塊的 地形其實走進來就可以看到 那個礁岩 礁石還蠻多的 然後直走是 垂榮谷 然後往左邊走是 七元崖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地形圖 我們剛剛 現在位置在垂榮谷 我們剛剛是從觀海樓上來的 好那我們目標是 想要到一線天到一圈然後再到七 七元崖 所以我們現在會往這個方向走 去看一下垂榮谷 的樣貌 我們先進來的樓梯下去 垂榮谷 這就是垂榮谷 每個榮樹 沿著 這個 周邊的岩石垂墜下來的感覺 所以叫垂榮谷法 我們走下去 剛剛其實有鏡拍給大家看 榮樹其實直接從上面一直垂到下面都是它的根 這個真的都是大 在市區在都市看不到的自然美景 然後我們現在要往 上面繼續走 我們要去一線天 往這條路 那我們就 先離開這個垂榮谷的部分囉 我們從垂榮谷走過來其實 超短的 一下就看到這個一線天的 告示牌 感覺應該一下就到那個一線天的部分 這邊很厲害 我們繼續往上走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一線天了 還蠻迅速 旁邊這邊就是一線天 然後第1霞 那就是一線天的介紹 來把約280公尺 也是巨大的高位珊瑚岩 崩裂成兩半 形成了一條靜然容 那一個人穿越的狹長細縫 所以叫一線天 好我們準備來 進入一線天 我們現在要進入一線天 可是因為一線天真的是太窄太小 所以我們在等會車 這邊 一線天 變單行道的感覺 我們要先等 人家上來 我們再下去 還好啦 這是比我們剛剛去 那個中毒時 就是那個陰容都寬很多了 我的身體是可以 整個正的這樣走 剛剛那個是 還要側身 還要閃 你看到 後面這樣看出去就是 一線天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兩個岩石 崩裂而成形成的一個裂縫 它短短的 它短短的 只是從入口就可以看得到出口 這是我們剛剛下來的 入口 一線天的感覺 但是這邊應該更像 應該更像 一條 一條路 好像是兩顆岩石 就是崩開行程的路 一線天 已經出來的出口處 這邊就很明顯可以看得出 就是 同一塊岩層 形成 所以它裂開的 痕跡就會去跟另外一面 可以拼湊起來 我們目前已經走到七元崖了 可以看到一個杯 這個就叫七元崖 來 這也是一個 岩石的地層 然後它有說到 這邊 白天的時候猴子都出去 覓食了 然後晚上的時候會回到這個 岩石比較平坦的地方 休息 然後可以看到黃黃的那個部分都是 猴子的排泄物 還蠻 還蠻特殊的介紹 七元崖 好我們 下一關 要去仙洞 走回了 關海樓 然後準備 準備 去仙洞 前面是我們剛剛去的關海樓 然後繞回來 我們現在走 去仙洞 屎洞 這棵樹被纏得很緊喔 哇 這棵樹被纏得很緊喔 好 繼續往前走 先動也是一個中午時的地方 這是比較下坡的狀態 那先動的樓梯其實不是很好走 所以我們先走下去看看 再看我們什麼特殊的在幫大家介紹 這是先動的內部 它這邊跟我們剛剛前面的中午時的比較大不同 是它也會有一些好像是藻類的感覺 綠綠的 然後沒有那麼窄 路還蠻寬的 我們現在在先動裡面 然後先動的部分 它其實內部還蠻深也蠻寬敞的 只是說它可能有一些岩層它長比較低 像這種比較低 還是應該要比較高的比較 比較小心 大家看一下 好 出來 再上去 看旁邊 再上去 上去好像就外面了 今天來給大家看我的上下巴 我們快要出去了 那下面還蠻深的 比起也是在下面 其實我們都要玩搖走 不然頭撞到應該蠻痛的 出來的 出來的 看到一線光明 哦呦 好了好了 看一下比起是 它怎麼出來 恭喜你 過關 耶 耶 重見光明 叮咚叮咚 我們剛剛從先動 那邊下來 然後已經接到 就是 往出口方向比較平緩的這種 道路 對 然後 回到 等一下會回到我們剛開始 一開始來的那個 遊客中心的部分 有看到 有隻猴子 後面還有一些小猴子會跟來 小聲一點不要嚇到他們 我們現在走出來了 然後回到 遊客中心 對 那這個墾丁國家公園的部分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從 早上走進來 大概是 將近三個小時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在 遊客中心前面啦 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走完了 我們就要 接著就要準備去 停車場那邊開車了 那整體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 跟我小時候的印象其實落差蠻大的 這次來 感覺到其實園區整體的乾淨跟維持度 都算還不錯 然後 如果說 時間得空啊 絞成可以的話 墾丁國家公園就是一個 可以看看一些 大自然風景的地方 尤其是在植物 就是過程中 會看到各式各樣被 樹枝啊 然後或者是被 岩石攀附的各種景象 然後 岩石層行程的地景啊 像棕辱石的洞啊 一線天等等 都真的都非常漂亮 蠻值得一來的 那如果絞成不好的話 其實 路程中你隨時都可以更換路線 或者是走回來 它 嗯 道路的部分其實都蠻平的啦 但是難免會有一些高高低低的 起伏跟樓梯的部分 是需要體力的 不過整體性來講 如果你們喜歡自然的景觀 或者是帶著小朋友來認識 大自然的風景 我覺得墾丁國家公園還是蠻不錯 可以讓小朋友來走走的 因為畢竟在都市 其實很難得有機會 這麼深入在這麼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OK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離開 墾丁國家公園 準備到下一站去囉 好囉 這次墾丁國家公園的介紹 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介紹 請幫我按讚 分享加訂閱 我會持續做出更好的影片 推薦給大家喔